高通这两天抛出了一个X55 我们看到网上打成一片 支持华为的人说华为有一个天杠 而且华为的强项是5G无限基站 2016年发布以来所谓的5G基站 到去年12月31号 按照华为自身的通报 已经出口了25000个 其中差不多有一大半在韩国 所以我们看到全球表态抵制华为的时候 韩国并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 那么华为的基站有什么好处呢 华为自称它是低功耗 那么市面上所有的芯片 是吧 基站芯片组 没有与它竞争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提出在全球90%的站点 可以在不改试电的情况下 使用华为的5G无限基站 是不是 我们知道这个5G的基站密度是4G的1.6倍 你拿中国来说 中国现在4G的基站大概是340万个 那么5G可能叫500万个 如果说你能兼容试电 那就啥事都没有 如果说你采取了一个高功耗的 那么你光是改电就是个大问题 是吧 电费也是个大问题 那么华为呢 一直说它自己的东西很优秀 是吧 你高通现在出来一个X55 只是2020年 是吧 明年才能商用 我的2016年 我的基站就遍布全球了 是吧 据说啊 据说这个中国内部的这个通信业有一个标准 那么2019年呢 要在全国铺设19万个 20万个基站 那么2020年 就明年 要铺设80万个基站 那么希望能用5G快速的替代4G实现全国之间的联网 其实我们也知道5G能做的事很多 是吧 最主要的 我们知道的就是天网和雪亮工程 它是一个加大监控的这么一个东西 高通出来这个X55呢 它我们现在看到的啊 信息其实不多 大概只有5个 是吧 第一个呢 就是说 它是7纳米之层 相对来说 目前超越了主流的市面上主流的10纳米之层 那么第二个呢 是它的低功耗 能不能达到试电 不知道 应该能达到 是吧 它宣称 也是一个低功耗的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速度 它能达到 每秒7G的下载速度 当然这是最高 那么完了以后 我们知道 它还有一个特色是 它能向下接入 是吧 4G 3G 2G都可以 那么最后我们知道了啊 它到2020年 就是明年才能商业化 全球目前 在这个网络铺盖 速度上最快的 或者说试图让自己最快的 始终是韩国 那么其他国家 从来没有说要打造一个 全球最快这个网络速度的国家 其实韩国一直在要求 向这个要求 向这个目标 在努力 这个笑话已经流行了很多年了 是吧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它发出自己的声音 也不足为奇 那么华为呢 始终有一些人在捧 很多人都在说 华为的激战技术相当前进 华为的这个5G 能够低功耗 能够这个 能够那个 反正涨了一大堆 这两天 我看很多人都在帮着华为说话 但是华为呢 有它本质上的一个问题 是吧 我们看看它的这个 芯片 是吧 号称是全球 最先进的 其实 X55出来以后 它就不是了 很多说不再是了 那么它吹嘘的这个天杠 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设计的 是吧 按它的说法是领先了 在多少多少个方面领先了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芯片的一个东西 它其实很简单 是不是 就三个东西最主要 第一个算法 第二个功耗 第三个 芯片 你能不能制造 华为天杠的制造商 我们查不到 我们只能知道 一点 是属于那种 大多数情况下 在跨湖里 可以查到的 目前在大陆地区 无法生产 那么 华为天杠也好 华为的这个 无线基站也好 是吧 你出口了 两万五千个 是吧 你还要继续 大量的出口 完了以后 国内两年之内 还要铺设 一百万个基站 芯片从而来 本质上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 大家吵来吵去 有意思吗 是不是 华为 死不死的 这是一个 无需争议的问题 现在全球 这么多个国家 针对华为 针对华为的股份 针对华为 这个公司 从设立 是吧 一直到现在 它的整个 内部的发展 以及它 在艰难 盈利的情况下 非常稀薄的利润 这种情况下 快速的扩张 甚至有国家 在背后支持 对不对 这样一个公司 股权没有对外崩开 那么 盈利相当稀薄的情况下 它竟然能够 力流 全球扩张 快速的消灭 一系列的竞争对手 这种企业 明显就带着 国资的背景 那么 华为的领导人 一直说 一直说 他们绝对不会 向本国政府 出卖客户的信息 其实我们想一想 就应该知道了 你无论华为也好 这个QQ也好 这个阿里也好 根本无需你出卖 是吧 去年我去谈过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 谈这些问题呢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中国任何一个 涉及到国民生计的 或者说 能够对中共 有一定冲击力的 这种公司 是吧 尤其是高科技产业 在它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 国资必然会介入 跟着呢 跟着就是党委 党领导一切 各式各样的小组 开始进驻 他根本就不需要你来出卖 是不是 他需要的信息 他直接就拿走了 还要你出卖啥呢 他会跟你 跟你要吗 跟你买吗 给你企业打个包票 你把客户的信息给我 我保障你是吧 你们公司哪 谁谁谁出事了 是吧 你们的高管 出事了 我们帮你摆平 根本就不需要 也不存在这个问题 是吧 一脸的沧桑 还在忙着欺骗公众 有这个必要吗 这个世界上不都是傻的 华为是不是配合 中共在对全国实行监控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去解释 别说华为 中国很多手机 包括我在泰国 当时订了一台美图手机 那么拿到手机以后 发现 他可以录播上传 但是不能 进行这个油管的直播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设计的时候 就给你进行了限制 所以我赶不及的 又另外买了一台手机 才实现的直播 中国内地有很多厂家 其实都是这么干的 完了以后呢 还非得让自己 述个牌坊 自己坚决的保护 这个使用者的信息 无论他出口到哪一个国家 他都会尊重本国的法律 说这些话的时候 其实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因为他整个的产品 在国内研制定型的过程中 他就已经阉割掉了 很多功能 即便这些芯片 是在国外生产的 哪怕是在美国 英国 韩国 日本 他都有自己的 制造标准 那么我们知道 除了台湾的一些电子厂家 在大陆设厂 给大陆提供了一些便利以外 海外的这些生产厂家 不知道吗 这在行业内 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没有必要 这会儿还在忙着 拿这个东西来骗人 华为的芯片 有没有竞争力 跟高通有没有可比性 基载是不是先进 是不是能够让全球 都来接受它 我觉得 更应该关心的 是它的核心算法 和它的芯片制造 低功耗 看来已经被X55突破了 这个优势已经丧失了 算法是不是世界领先 谁都不知道 芯片制造 就变成了一个大问题 一旦 其他国家 针对华为 针对中国 有一些芯片制造上的限制 别说出口了 仅仅保证 内部的监控 这个芯片 都是孟总的故事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谢谢 好